赵嘉义段昂军杀疯了 张宁用自己的实力表现赢得客场球迷的尊重 好兄弟们 首先恭喜青岛队提前五轮锁定本赛季的季欧赛席位 本来这个视频说实话昨天就应该发出来 但是昨天晚上媳妇发烧了 没办法兄弟们 今天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昨天晚上青岛打山西这场比赛 昨天这场比赛确实打得非常激烈 直到比赛的最后一分钟才分出这个比赛的胜负 昨天晚上第四节张宁元帅包括施维德 用自己神准的三分直接带回了比赛的悬念 但是最后时刻还是赵嘉义兄弟们三分定军心 昨天晚上赵嘉义和段昂军几乎就是打出了本赛季最佳的表现 赵嘉义全场砍下34分 段昂军29分 两个小将合砍63分 帮助青岛队提前五轮锁定基督赛 兄弟们这也算是对刘薇薇指导的一个回报 另外虽然鲍威尔发挥的一般 但是昨天晚上兄弟们小外援目的确实 利用自己的这种速度冲击篮框的能力 在第四节确实也是帮助了青岛队 当然昨天晚上杨汉森表现的一般般 但是兄弟们青岛队也有惊喜 那就是杨汉森的替补球员 曾经CEB的状元欧俊炫 昨天晚上表现的还是非常不错 在有限的时间里打得有板有眼 两次爆扣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上场比赛青岛主场打广州 杨汉森没有出场 让欧俊炫有了足够的上场时间 这两场确实欧俊炫表现的非常不错 也是成功弥补了汉森在防守端的一些缺点 就是这个爆扣说实话 兄弟们是不是还是在摘月期 确实昨天晚上打的一般般 也是希望吧兄弟们青岛队在基督赛 能够取得一个不错的排名 和自己一个满意的成绩和目标 毕竟青岛队这是球队比较年轻 但是兄弟们我希望青岛队能够再往前冲一冲 另外就是赵家义的表现 兄弟们太出色了 今年是青岛队和赵家义最后一年合同 希望青岛队一定要用大合同留住赵家义 不然兄弟们回到广沙 广沙可要冲击总冠军了 然后再评演一下山西队 山西队兄弟们张宁确实打得非常出色 一次次这种三分关键的进球 现在真的是山西队的头号巨星 虽然这场比赛山西队客场打青岛输了 但是希望兄弟们北赛季 山西一定要挺进季后赛 山西加油 当然我有一个困惑的人 想问一下杨雪曾指导 波特赖特客场打辽宁的时候那么好用 这场比赛打青岛 为什么不尝试的用一下呢 看到他什么 complac幻dal 都有一个分像 说什么 交散划 falling